記者收好 記者收好 不如先坐一張再站 先坐一張再站 然後再站 兩樣都有 你們選擇 好 Carrie你要讓開給記者朋友 好 前面 好 然後站起來 好 不如先看我們的左邊 右邊 然後右邊 好 多謝各位記者朋友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出的報告 其實已經一個星期多些了 我們都仔細看過報告 然後再去 特別是看看他們的 裡面的假設 計算 比例等等 所以我們都 穩陣一點 去到今天才去正式回應 亦都是大家手上的 新聞稿 亦都是 新聞主同盟的 立場書 那我們 講一講今天 幾個重點 第一件 第一件 就是我們看到 在土地小組的 那個 報告那裡 我們看到 那個結果 我們認為 土地小組是有 過分詮釋的問題 亦都在整個諮詢裡 我們不斷期望 會有一個優次 但是最終 是由不斷強調的 1,200公頃 變成 現在就有八個選項一起推介 那個面積就大約 二千多到三千多公頃 所以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是由1,200公頃的 土地缺口 去到 突然變成 三千多公頃的 土地儲備 我們認為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是 在諮詢過程 和最後 最終結果 是 作出截然不同的 一些 取捨和詮釋 我們是 覺得是很詫異的 另外 有些人說 可能 黃宇輝是周永生的 2.2 但是我們也 看到 其實他們提出的選項 和最終的八個提議 仍然都是配合 政府的一些取態 譬如 仍然支持一千公頃的 東大嶼 和 仍然是 有一些選項 已經寫明 在政府的 策略裏面 所以 我們也看到 今次的諮詢 淪為假諮詢 以及 我們認為 土地小組 受制於 政府主導 以及設立一個 只有土地的框架 之下 是失去了 一個 凝聚全民共識的機會 好了 我們也是 看到 這些表 真的要很仔細看 才能找到 以及看到 就是 其實 原來 很多市民 除了 那十八個土地 選項之外 是有 四千三百零八個 質化意見 加上的 問卷調查 是講 人口政策的 其實這個比例 是 雲雲 那麼多的 選擇之中 是最多的 就是說 除土地以外 講人口政策 是很多的 那麼 總共 這些 如果大家有知道 報告的結構 這些 英文字母就是 每一個 收集意見的渠道 包括傳媒 質化意見書 問卷調查 那些 BOOF等等 總共有四千三百零八行 是講人口政策 單程證等等 所以我們認為 過往一個星期 土地供應小組 在港這方面 是有存在忽略的問題 或者不是認真去詮釋的問題 好了 所以我們新民主同盟 一貫和泛國威議員 和很多黨友 都堅持一件事 就是 房屋問題 必須扣連人口政策 透過減少單程證 由一百五十到七十五人 才是解決問題 好了 那 然後 我就 講講各個選項 那麼 我們 一直都是強調 就是 人工島這個選項 是 並不合適 耗費太大 還有 其實有 為大灣區的配合之言 並非為香港人 而 哥爾夫球場的問題 我們認為 是一個爭議點 但是 我們也認為 是應該先收回 整個哥爾夫球場 因為2020 短期合約到期了 至於 究竟是 蓋房子 還是不蓋房子 保留多少 哥爾夫球場 或者商業設施 我相信 有很多的考慮點 待會北區的社區主任 會詳細解釋 好了 今天也會展示一下 我的單程證佔用公屋資源的問題 好了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流程 我特意放到很大了 為什麼會在 這麼多的市民的印象 覺得 是會有這個 單程證佔用資源呢 我們看看 這邊好像順手一點 這樣 大家可以看看 現在是什麼情況呢 就是 由大陸控制的單程證 是沒有財政審查 香港沒有審規權 還有最關鍵 他們不需要確保 香港有合適居所的 所以其實 很多時候 一些單程證的人來到 發覺 說原來香港的居住是這樣的 或者 原來下來住劏房的 其實他們大陸 是有一間屋的 那待會范國威議員 會講一下這個問題 好了 去到申請公屋 就是 因為現在的政策 只需要一半的家庭成員 永久居民 就可以了 申請那一刻 去到 排到上樓那一刻 都只是一半永久居民 所以為什麼會存在於 很多新的公共屋邨 聽到很多都不是 香港本土出生的 香港人用 或者 為什麼出現的情況 甚至上個星期 大家記得 就是網絡 封傳一個故事 就是說 去到 樂富的公屋的申請中心 大部分聽到的都不是 純正廣東話 其實是因為 制度使言 所以 不要再怪普通市民說 不包容這些單程證 或者 不想他們來 其實本身的制度 是令到公屋資源 出現錯配 香港的本土出生的夫婦 或者家庭成員 竟然是和 單程證加一些 香港人的配偶 是同一條隊的 如果不作出區別 我們相信 是解決不了房屋問題 還有 政府叫香港人犧牲 是沒有意義的 經常說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究竟 這個小我 是不是真的小我呢 這個大我 是不是其實 歸根究底 是人口懲責呢 所以這個流程 才是促使現在公屋政策 或公屋制度 分配得不公平 所以我們有個很明確的提議 就是參考長者申請公屋 是可以快幾個月至半年 這個概念 我們希望 港人家庭 申請公屋 如果是全永久居民 是應該 是可以加快的 這個才可以真正到達到 港人家庭優先 這個理念 才令到香港人真的有機會 安居樂業 如果就是 我們也不是說 單程證不給排公屋 他一樣是可以排 不過慢一點點 起碼和 滿土出生的香港人 永久居民 是有所區別的 好 那講著 那麼多錢交給 Merry 你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自己介紹 那大家好 我是北區的社區主任 我叫做林淑青 那特別呢 我們都說了 我們其實是贊同 收回高爾夫球場的 那麼大致於 在上面興建些甚麼呢 這個是很值得 我們去反映 北區市民 居民那種擔憂的 那麼其實在我們 日常生活裡面 北區裡面 那個交通設施 其實是很不足的 那麼就講 有兩個迴旋處 一個是雞嶺迴旋處 一個是大頭嶺迴旋處 那麼經常都出現塞車的 甚至乎有記者朋友 有機會你上一下Facebook 最常聽見一句說話 咦 塞車了 為什麼呢 那麼其實這個塞車呢 未必一定是關係到這個交通意外的 日常都可以塞的 那麼所以其實整個交通配套 如果在這個高爾夫球場 上面建大量的公營房屋 然後將大量的人口搬去北區 那其實會造成這個交通配套很大的壓力 所以其實我們就 這個也是北區居民非常之關注的 也都加上北區其實就業的壓力很低 其實每一個早上或者下班時間 其實大批的居民 早上是由我們上水粉嶺 一直向南移 向南移去工作 那麼所以其實這個 我們也都希望呢 所以在那個建設上面 可以考慮擴乎一些 設施不是只是設了 就是ervices不只是設置公營房屋 即不單只是設置公營房屋 可以考慮設置公園 無論是下班還是上班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好像之前試過有些系統問題 做成了鐵路問題的時候 整個情況是非常混亂 大家也看到 所以接下來沙中線也會啟用 啟用了之後 當街坊知道原來會由12卡變成9卡的時候 說他們非常之不安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擔憂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當考慮 收回高爾夫球場 我們是贊同的 但在上面建了甚麼設施呢 這個是必須要站在北區居民 整個社區的需要和情況去決定 我想分享一下 好 我有幾點補充 新民主同盟是長期持續關注 香港人都很關注的房屋問題 和土地公義的問題 我們早在2012年的時候 已經和政府提出 是要善用中土 政府用了過去的四年五年六年 現在才願意整理到一個中土的列表出來 是去詳細去向政界立法會和市民交代 手上的中土 這個訴求是其中一個政黨最早提出 新民主同盟也是早在2013年的時候 已經聯同一些專業團體 是早過所有其他政黨提出 現在是要收回這個粉嶺高爾夫球場 是去做發展建屋應對社區的需要 當時是以作為新界東北市的新發展區的替代方案的形式去提出的 大家完全是可以翻查得到資料 到今時今日 終於成為了擺愛面前 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但是我們是對土工組提出的報告 有極大的保留 譚海邦就說 他可能不認真對待一些民意 我甚至乎覺得根本就是扭曲了民意 社會上面 我們多年是面對 香港現在制度上的漏洞缺失 沒有單程證審批權 在防委會制定的公屋輪候的機制上面 是出現了漏洞 所以我們提出一些應對的方法 主流民意也知道 如果不解決香港的人口政策 制定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人口政策的話 多多土地都不能夠足夠去應對面對 所以我們才說 中土、閒置的軍事用地、匯所地 才是一個適切的處理方法 而絕對不是這個1700公顶的填海人工島 去到今天我們提出更加大膽地提出 也沒有其他政黨會提出的 嘗試堵塞流動 不單止要在單程證入手 不單止要檢討削減單程證 每日150個配額 去到一半 只有75個 還原去到80年代那時候的處理 還要在公屋輪候的制度上 將本來只要一半的家庭成員 是香港永久居民 就可以輪候的安排 要分拆兩條隊 所有公屋輪候的家庭成員 如果全部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他們應該要有獨立的一條隊 是有一個香港人家庭優先的處理 至於家庭成員 只有一半是香港永久居民的話 就要有另一條隊 就去避免現在坊間 或者是只要任何一位 記者朋友也好 政黨成員也好 官員也好 到區裏面 你們聽一聽民意 認為現在的公屋分配 如果是出現了漏洞 而出現了不公的情況的話 我們才可以做到去撥亂反正 所以我們特別在今天開這個記招 是將我們因應 要回應土工組的結論 以及看過他公佈的細節裡面 再次說出來 土工組我們認為是刻意 去低估了或者是 即是漠視了香港人認為應該要將房屋政策 土地供應 扣連人口政策一拼去處理 這個很強烈很強烈的民意 好 這個我們還沒說 還有 現存的制度 再想說了 還有一個漏洞 就是公屋輪候的過程裡面 申請人是要自行去申報有否境外的資產 他們是需要申報的 不過 跟世界各地有部分的地方 社會國家的政府的做法不同 特區政府是並沒有 並沒有一個權力去調查 他的境外資產的詳情 所以變成這個制度就形同虛切 也是因為這個制度上的漏洞 是導致有濫用公屋資源 明明在境外 特別是不少的 透過單程證來到香港的大陸新移民 在大陸明明是有資產 有屋的 來到香港 純粹是填一個的表格 是去說自己是境外沒有資產 就可以申請到上樓上到公屋 這個不公平的情況 我再次強調 我們作為地區議員 我們作為政黨經常落區的話 其實我們接觸到不少這些個案 亦都有很多投訴去出現 所以當政府如果不堵塞這個漏洞的話 分配不公的情況 只是會越來越嚴重 我補充一句 答問時間 其實我們都是做地區出身的議員 其實在街上常常聽到幾句話 大家可以召喚也不要緊 我在街站經常都聽到 你不減150人 那個單程證你幾個地都沒有用 這是第一個常常聽到的 第二個就是說 第三個 因為我以前是教書的 所以有些學生 都是二十多歲 都出現了一個說法 我們港人夫婦 申請五六年 第一個選擇的公屋 都沒有選擇 但其他單程證有份的夫婦 會快些 所以我想 這幾個說法 或者這幾個社會的現象 甚至基層家庭 是覺得的情況 我們必須透過 這幾個方法去處理 我總結一下 第一樣就是必須去 減少每天的單程證 現在每一天 大約用上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個 我們建議減到七十五個 另外就是要正視 而現在永久居民夫婦 和其中一位是單程證的配偶 兩樣的情況 竟然是同一條隊的問題 所以我們建議 如果是港人家庭 如果全部都是永久居民 是應該 排隊應該要快一點點 這樣才可以作出適當的區別 一會兒范國威議員都會提出訂動議 在立法會 就是要將 這個 境外資產的申報 要進一步 更加嚴謹 防委會 或者申請防署 是要抽樣作出審查 以免出現這個情況 因為這個經常都在街上 大家一開始都聽到 就是 它明明大陸有屋 但是因為香港只是宣誓 就可以了 有些人宣誓當作吃生菜 這樣就出現了 大陸有屋 但是下來申請公屋的情況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政策 倡議 去令到 現在的公屋申請制度 撥亂反正 這樣才會真正達到 就是香港的市民 是可以 就是有機會快點上屋的目的 好 大家可以有個答問時間 小姐有沒有什麼想問 有沒有 有沒有 OK了 現在沒有了 補袖 補袖 今天到這裡完結了 有什麼可以再上前問呢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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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